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它们的直径都在25微米以内 几乎相当于一颗小米粒直径的1% 这些粉末和小米相比 就相当于是小米跟西瓜之间的差别 可见这些药粉有多么的细效 所以行业内就把它们叫做中药超微粉 不就是给猪牛羊鸭鹅吃的药吗 至于要把药材研磨得这么细吗 为了研磨成这么细的粉末 张国祖整整花费了30年光阴 他费这么大劲干这件事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肉吃得更安全 你看西药化学药 它现在有好多现在证实 它都是在体内有残留的 当然有些通过停药器可以解决 有些甚至停药器以前是不好解决的 通过化学工业手段合成药物 是医药发展时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随着人类对化学药物研究的深入 一些危害也逐渐显现 试药三分毒 习药致病效果快 副作用也大 对于这一点 专门养种鸡 卖鸡苗的魏靖涛就深有感触 有一些药不能用 对这个受精啊 对精子啊 对它的下一代腐化这块都有影响 有些药物不仅对于动物本身有危害 如果代谢不完全 还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如果鸡服用了黄岸类药物后 药物又没有完全代谢 那肉质品中的黄岸类物质 就有可能危害到人的肾脏等器官 动物的病了还在治 不仅要病了治好 而且还在保证这个 养出了鸡在这个做食品是安全的 中药 一般来没有啥大那个 传统中药中也有一些能够达到相应疗效 而毒副作用又比较低的药 可是大多数养殖户 却不愿意用这些药给动物治病 因为这中药它不管是上山采也好 还是现在人工这个田地边种 它都凝聚了大量劳力 所以它是成本都比这工业化生产的西药相对来讲 它要高得多 同样的药使用成本基本上都在西药的至少三倍 或甚至五倍以上 成本高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药使用起来太麻烦了 那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糖剂 你看一家一户它少嘛 它就自己就用药然后回去熬 或者在兽医站上 这个兽医帮它熬好给它灌进去 是吧 一家一户养个百时来之还行 对于规模化养殖场 要靠熬药灌服这么做 工作量太大了 根本就实现不了 于是有人考虑通过工业化生产 要扔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有效成分 这个是一定的 这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有效成分 其实都留在了药渣里 这些成分不仅提取不出来 而且工厂化生产 每天会产生大量的药渣 药渣处理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中药提取液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行为很多人开始琢磨 干脆跳过熬药环节 直接把药材粉碎 将药材充分利用起来 成本不就大大降低了吗 而且拌进饲料里或者混进水中 让动物在吃饭喝水的时候 顺带着服药 这样所有问题不也都解决了吗 这个思路非常好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行不通 例如颗粒饲料 药粉掺进去之后 会顺着饲料孔隙流到盆底部 猪吃的时候从上面 它可能这样的话 最后这些药粉会沉在底部 被猪剩下了 把药拌进料理行不通 那么化在水中行不行呢 现代化养殖场都是通过自动装置供水的 西药很容易融化 可是中药粉却融化不了 常规中药比较大的里径 它会沉变 主要是在水里边沉变了以后 它会聚集在那个出口处 把它给毒涩了 即便是让动物把中药粉吃进肚子里 还是存在一个见效慢的问题 如果到胃里边 以后它还需要完成一个提起的过程 这个提起的过程时间很长 一般至少只有两个小时左右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消化药粉 似乎不是太长 可是对于禽类养殖场来说 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就太长了 如果针对鸡来用 它这个刺烂中吃进去 刀排出来 那肉鸡它只有四个小时时间 所以它这个吸收利用度是非常低的 药粉掺进颗粒料会漏 掺进水中会堵 吃下去消化慢利用率低 这成了中药粉的拦路虎 吸收利用不充分 造成药源的浪费 这样更导致整个硬化成本的提高 就在很多专家觉得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张国祖了解到了超微粉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初 对超微粉的研究 刚刚开始有人在做这个研究 而且有些研究报道 在杂志上当时看到一些报道 一看到这个报道 张国祖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他觉得这项技术可以完全解决中药粉的三个难题 超微粉的直径一般在25微米左右 这么细的药粉在静电作用下 能够轻易地粘附在颗粒料上 也可以轻松地与水混匀 而不会堵塞管线 而且张国祖了解到超微粉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当时他提到一个就是说 做成超微粉以后 可以实现细胞破壁 细胞破壁的意思 就是打破植物细胞的细胞壁结构 细胞壁是指植物细胞最外藏的结构 对于细胞起着支撑和保护作用 就是因为细胞壁的存在 导致了中药在体内消化吸收的速度变慢 细胞壁就好比是鸡蛋的外壳 假如我们搞了一桶水 放上几个鸡蛋 目的是想把鸡蛋清鸡蛋黄混到肥里边 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蛋壳给打烂 打烂你一脚就进去 但是如果不打烂 那就你要脚的话 又要成分肾素就非常少 普通的中药粉看起来是挺细的 但是放大150倍以后 就会发现这些药粉是一些完整的细胞集群 就像是一篮子鸡蛋都带着外壳 如果能把细胞的外壳打破 那就很容易吸收 能够让它整个食用量度能够提高 然后减少用量 把用量减少了 成分不就降下来了 但是要想把中药的细胞壁打碎 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因为细胞壁是一种钢中带柔的结构 正是这种结构赋予了木材坚硬又柔韧的特性 因为木材坚硬又柔韧 因此传统的中药加工工艺 像切割研磨这些手段 只能把中药做成普通的粉 先进的气流粉碎机让张国祖的眼前一亮 利用气流粉碎机就能很容易的把矿石粉碎到超微粉级别 它要超音速气流粉碎机 这个气流的速度 它要像它超音速飞机一样 就是靠那气流冲击的这个药的颗粒和这个粉碎藏的来进行碰 碰碰 再加上那个药粉之间也相互减浅 它粉的原理就是靠这个气流冲击 气流粉碎机最早被用来粉碎质地坚硬的药材 比如珍珠超微粉 就是利用气流粉碎机进行的 它要求比较松脆的才能够碰到 它虽然硬度大 但是它非常脆 但是因为植物的柔韧特性 所以中草药是不能直接用气流粉碎机加工的 如果我们用这植物药 这根净椰花像这一类里边含点纤维的东西 它到这儿就碰就碰不烂 因为它的韧性比较好 张国祖了解到 有人把人参重草这些名贵药材 放入零下200摄氏度的液氮冷冻之后 再拿进气流粉碎机粉碎 就可以达到超微粉的级别 在超低温冷冻下 这个物质的物理系统会发生一些变化 它变得比较松比较脆 这时候这个顺便它就可以粉碎 常温下的植物是很柔韧的 在高速摄像机的镜头下 弹跳的花朵很清楚地展现出植物柔韧的一面 但是只要一冷冻 这种柔韧性马上就消失了 当我们将这些鲜花 放入接近零下200摄氏度的液氮冷冻之后 花朵掉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让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 再来仔细看看 中草药经过液氮冷冻 也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 可以实现气流粉碎 不过使用液氮冷冻成本太高 为了摔碎几朵鲜花 短短半个小时就消耗了五公斤的液氮 成本达到五六十元钱 像人参虫草这些名贵药材 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加工 毕竟相对于药材本身的价值 加工成本还是要低得多 但是对于这些成百上千公斤 堆积如山的普通种草药 利用液氮冷冻 那就太不划算了 液氮比药材还贵 导致加工成本更高 张国祖刚刚提起的精神头 就被这零下二百度的液氮给浇灭了 养着液氮因为成本限制 你食品工业的成本 它会限制你的养着液成本 所以这个在整个受药里面就没办法用 球磨机 放磨机 饲料粉碎机 到底哪种机械能够把中草药变成超微粉 不用烟熏火燎的煎煮熬汤 却能让家畜把草药喝进肚子里 是魔法还是科学 科技院正在播出 利用气流粉碎机离不开液氮 而液氮又让加工成本攀升 这条路走不通 张国祖只能另寻他路 在这个粉碎这个行业 从这设备上有两大系列 一个就是气流的 就那个已经被否了 最后我们就考虑了机械粉碎 行进的气流粉碎机不合适 张国祖把目光又转到了传统的机械粉碎上 像球磨机 棒磨机等等研磨方式 它一个一个进行测试 我到这棒磨机企业来考它 考它以后 最后也做些样品让它给做 做了以后发现它那个从研磨的系统上 可以达到要求 棒磨机就是利用棒与棒之间的摩擦来进行研磨 与点对点相互碰撞进行研磨的球磨机相比 棒磨机的接触面是一条线 研磨面积大 效率高 但是棒磨机产生的粉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粗细这个药粉混在一起的 它如果不经过分级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最大迪径 那就是没有办法说 我掌握一个统一尺寸来达到细胞破壁 棒磨机产生的粉是粗细不挡的 细的可以达到超微粉的标准 但是还混着很多粗粉 必须经过分离提纯才行 也许您会说不就是分开粗细吗 找个筛子不就行了吗 哎 这事可还真没这么简单 这个你无论怎么塞都塞不下来 它会全部粘到塞网上 一点没有下来 对 几乎不往下下 几乎不下 对 它这边克服不了它这个静电的引力 超微粉的直径只有20多微米 是头发丝的四分之一 重要很轻 所以很容易因为静电力而吸附在筛网上 最终把筛网堵住 如果要超微粉穿过筛网 就必须为它施加一个力 克服静电的吸引 例如用刷子刷就可以达到目的 虽然刷子可以让超微粉穿过筛网 但是这仅限于小规模的实验 如果是投入工业生产 就不切实际了 为了筛出超微粉 筛眼就要做得比细胞还小 因此制作筛网的金属丝就要相当细 刷的时间一长就破了 那么谁具有刷子的功能能让药粉穿透筛眼 还不会损坏筛网呢 张国祖琢磨了很长时间后 养殖户粉碎饲料的一风吹带给他灵感 原来张国祖在研究各种研磨设备的时候 也曾搞来一台农村常见的粉碎机 一风吹做测试 虽然粉碎效果很差 但是他发现 当一风吹的磨盘旋转时 会产生一定的气流 在这股气流作用下 研磨的饲料粉会被吹过筛网 不会粘附在筛网上 不是用它的磨的作用 而是用它这个气流筛的作用 当时做实验室 我们做了四个小时 大概筛下来有三百多克吧 这是小实验 作为一个气流筛者实验 那次小的实验室做成功了 虽然只有区区三百多克 但是对于张国祖来说 这就意味着开始迈向成功了 因为这三百克超微粉 没用昂贵的液氮和气流粉碎机 完全是利用低成本的普通机械加工出来的 于是一条完整的工艺链 在张国祖的脑子初步形成 用磅磨机研磨出药粉 再用气流推动药粉穿过筛网 最终就可以得到超微粉 为了将这条工艺链 从实验走向生产应用 张国祖与企业的技术人员 一起动手加工设备 他们要做设备 因为这个设备没有嘛 买不来嘛 打了很多架子 最后就我上去以后 在下的时候不小心 手要搁到 这四个手指都受伤了 就这道疤 对对对 说挺严重当时 他当时这个关节就 就这关节隔开 现在这个指头深不值 2010年 张国祖主持建造的第一条 中受药超微粉生产线 在河南郑州建藏了 生产的超微粉直径 细到了25维米 放大150倍以后 超微粉已经看不到 完整的细胞结构 只剩下一些细胞碎片 这就相当于鸡蛋已经被打烂了 超微粉因为细小 它碰到哪儿就会粘到哪儿 由于很轻 会紧紧地粘着掉不下来 所以能够紧紧附在饲料颗粒上 拌料它粘到颗粒料上 粘得非常非常的均匀 它基本上不浪费 它会均匀地粘附在这饲料的表面 这样的话 就是说猪在吃饲料的过程中 就把药很均匀地吃下去了 同样也是因为细小 它还可以悬浮在水中 形成旋着液 水要交融 水流到哪儿 它就跟到哪儿 也不会堵塞管道和出口了 饮水也非常的方便 它就直接榨到榨药器里面 或者榨到抽药器里面 然后直接就用了 很方便 所以现在饲养员也就很喜欢 当然也是因为细 不能把它们直接倒进水箱 不然药粉在水中会结成小球 所以要先用少量的水 拌成糊状 再加水配置成农作业 最后再把农作业 加进饮水箱 先少弄点水 把药粉先豁湿了 然后再跟它一起搅开 这样它就解决了 爆炭的问题 因为打碎了细胞壁 利用力提高 中药的使用成本大幅度降低了 这也圆了张国祖 三十年来一直追求的理想 成本降低了 养殖户用得起 有效成分充分利用 疗效也不比需要差 像磕船 像麻黄就是很好的药 另外像有些免疫低下 这种病用黄旗就非常好 它都是天然的成分 它在体内很少有残留 中药超微粉的规模化生产 基本解决了中瘦药成本高 渐效慢 使用不方便的缺点 中药超微粉 开始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养殖场 咱分阶段的使用 你像这个在保育上 咱们进行一次中药保健 在肥猪上咱们进行一次中药保健 经过去年一年的实验 效果非常理想 而且降低了成本 这中药 还是完全可以应用到 短慢的应用到养殖的东西 这个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江国祖围绕着系 经过了三十年的判索 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利用现代技术 让中瘦药重换生机 同时呢 这项技术 也能够运用到人药的生产上 能够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服务 好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